章话线农会 为鼓励在地青年从事农业生产 积极培育新一代农业人才 透过各地农会成立青年农民服务平台 并定期开会资商协助 于近期推出章话线青年农民品牌青农孟田 五日在彰化线农会前广场办理展授会 彰化线农会总干事廖正贤 县府农业处副处长郭志善 及各乡镇农会总干事等贵宾与会 中国其实我经常跟我们的农业兄弟 会完朋友做会 他们爱的事是尊严 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 大家要享用 这是他们最欢迎的 所以我一直注重 政府府的青农平台 就是要把年轻人找回来 非常感恩 很多我们的农家主帝 以及我们的父母主帝 跟很多去都市 又跪于返乡的青年朋友 现在我们中国官有付到八十几个 未来当然希望八百个 一千个 为什么 因为农业真的有将来 農业的贪金 農业的党 让家庭安定生化 这是目前绝对有法度的 商标出来以后 这个品牌以后 我们后面有一些的工作 应该要再去加强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产技术 我们还要再让它能够更精进一点 优良率能够再提高 这样子的话 消费者买的兴趣 买的意愿 买的数量 才会增加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参加 彰化县农会举办的 青年梦田的展授记者会 我是青年农民北区的副总早夜农昌 我种的是这个 彰化区的特长 大兴芥兰花 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这边参加展授跟展出 彰化县农会表示 目前彰化青农平台有八十人 年纪在十八到四十五岁之间 青年农民能跳脱惯性栽培模式 导入安全标章认证 自创品牌行销 提供县民优质农产品 欢迎民众多多选购 青农梦田组合力 肯定在第七年的努力 并带动彰化农业产业发展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道